8月9日,广东华新银行董监事领取高额会议津贴引起广泛关注 其因源于该银行在年报中详细披露的会议补贴标准 测算显示,如全新出席全年董事会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董监事将会获得高达36万元的参会补贴 2023年年报显示,广东华新银行董事监事行程由基本津贴、禁止津贴和会议补贴所成 部分会议补贴标准为出席股大会现场会议每人每次1万元 出席董事会监事会现场会议每人每次1.5万元 出席董事会监事会专门委员会现场会议每人每次5000元 对此,华新银行方面回应称,该政策主要是针对独立董事 根据独立董事出席会议节律之情况,以适当形式发放薪酬 独立董事个人年度薪酬总额也在行业正常水平之内